Hello,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supercomnet 这个是我双见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 Dry Member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想象我问股 的话呢可以参加我的 Dry Member 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图 老实讲他这个 肯定是一个下跌趋势 呀 他 这一边呢 这个是low嘛 他就跌破了这一个low 形成lowlow 也就是说他这个是新的low 这样你肯定的 你接下来上去 下来的时候 就要看他会不会形成一个 新的higherlow ok 现在呢 就要等罢了 等罢了 可以看到很清楚呢 他这边有个筹码 如果要安全的话呢 就要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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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上上去这个 60天均线 也就是大概是 也就是大概是 三千左右吧 快一块两毛半三 快三一块两毛半到三块钱 站上去要快三块钱 ok就是这条线 拿着这条线 可以看到上一次的时候他这边就给他挡下来了 这个MF60 所以这次呢他又来多一次 你要安全的话 你就等他确认了他可以站上去 这个MF60再打算吧 丑马峰也没有站上去 他如果能够站上去 这个MF60 也就是这样子形态 站上去一个 再站上去一个 这个就安全一点了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最少要站上这一条 ok 总的这个很难操作啦 这个是下跌趋势 我觉得他 还会继续 这个MF60 他应该是过不到啦 应该是过不到 ok 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吧 这个这个肯定要等的 现在是不适合去 不适合去接到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